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喝止了青郎 救下了我 之后 他向我索要安神香 我便给他了 他还嘱咐我 不要说出去 冬月怎会有大青郎 青郎 青郎院 阿兰 耶律兰 难道是 是耶律兰 冒充岳风师姐 欺骗柳生前辈 想不到辽人竟有如此野心 少侠回来了 关于此事 我已大概有了眉目 柳生明月在三个人身上闻到过一样的香气 这三个人 应当是赵月芳 阿兰 还有我 原来是这样 我明白了 以上不过是我的推测 还无切实证据 辽人如此大费周章 那把细柳究竟有何蹊跷 你竟不知东宁剑上的佩剑细柳 它可是当时仅存的 可以制作孔雀陵羽的材料 这就全通了 辽人在江南以公主为制 欲夺灵统 失败之后 则打起了细柳的主意 妄独铸造陵羽 看来辽人对孔雀陵 乃是志在必得啊 孔雀陵还真是纷争之缘啊 少侠 你怎么看 沈龙手 要更加小心保管孔雀灵头 一定不能让他 落入辽人手中 耶律兰之行踪 我与柳师妹会继续追查 还请少侠前往柳生明月处 告知一切 我恰意柳生前辈 约定此时会合 请领长们放心 请领长们 咱们放一下 请领长 咱们放一下 请领长 请领长 咱们放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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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唱 还真是什么 喜利啊 如果这些伤战 伤战 LA 维带的盃 放心 我去瞧瞧 嗯 今天 痛快了结这场恩怨 你 藤原君雄 又是你 你还带着他过来 你背叛我 为何 我本就不忠于你 和他背叛 让天风流袭击少侠 天相必复 是不是你 是我 你唯一 眼睛都还拿不动 凭什么当我的师尊 你不配给他 你 你的救命恩神 你心变天下 都找不透他的 啊 青狼 是青狼院的腰牌 这里还有一封信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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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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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正在天香 她是天香幽谷七枚之一的帝女花 赵月芳 赵 赵月芳 赵月芳是谁 你为什么认定 她才是我的恩人 请见圣前辈 闻闻这个 就是这种香气 这种香气 你身上曾有 阿兰也有 香难道是她配的吗 你救过的静若 是她的弟子 此香全天下 只有他们师徒会配 静若错将此香给了阿兰 至于我身上的香气 是染此香助眠事染上的 请你带我去见她 门外是哪位 是来求医的吗 进来吧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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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不太好 2 2 1 2 2 4 4 4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几位身法不错 竟能追到此处 爷绿兰 你果然在此 可惜你们来晚了 细柳剑寄到我手 灵雨重铸已上日程 这天下迟早是我大辽囊中之物 这天下非你辽邦之天下 乃天下人之天下 宋氏不过是我手下败将罢了 我大辽兵强马壮 十年之内定会挥师南下 一统江山 那我中原军民百姓 必将奋起反抗守护家园 各位慢慢玩 本座先走一步了 你若有本事 就下来与我一战 有缘再会 不能让他跑了 我去追 不必 我已派忍者聂宗而至 务必查出细柳的下落 先圣前辈 我没能夺回溪流界 叶绿兰狡诈 这不是你的错 此行我找到了他 哪怕追不回溪流 也没有遗憾 那你和岳方师姐 他拒绝了我 依这人心 奸济天下 是他的愿望 不过无妨 人生苦短 注定挚爱难求 我不会放弃他 也不会打扰他 刘仁夺细柳剑的背后 仅藏着夺天下之野心 叶绿兰一旦逃跑 必定后患无穷 东营忍术 最善寻踪追忌 就让柳生明月 去操心追查 我们静待消息即可 下次再见 一定不放过他 不过好在终于解决了此事 你们的花招节 可以顺利举行了 对呀 少侠 团子 花招节缺人 你们来帮忙可好 柳师姐的忙 我肯定会帮啊 观景姿势极好 不过干活 二位 我先行一步 还是少侠贴心 团子 你玩自己的去吧 没人管你啦 没人管你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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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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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安神香 我给了团子哥哥一份 他缠着我要的 应该没事吧 团子 没事的 他不是坏人 那就好 刚刚我看到剑圣叔叔独自一人站在桥上 很是孤单 你能去看看他吗 放心 我去瞧瞧 请不吊瞧 请不吝点赞 让你寻找一命 请不吝点赞 让你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位主席 不吝点赞 准手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呢 询队临的为何 第一次 宿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年纪大了也有些积蓄 便买了快递摇对花海 守望天乡 怎么不好吗 没有没有 好得很 听说这座桥乃是观赏花招节放灯的最佳位置 你和我一起看吧 话说 岳方世界也在放灯呢 能这般守护她 看她过得开心快乐 那就很好 天香谷的师姐们在放灯 花灯慢慢升上天空 映着月色 很美 真的很美 你看得到 用心看 能看到 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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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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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恭送公主 这一路的风景皆雅致飞肠 大宋立国本于简朴 但为天子威仪之故 宫苑殿阁固不能省 是以本朝特意下旨 允官员乃至于平民 可在特定时节自特定地方进入 游览宫苑玉池 君民同乐 是啊 听说万寿节时 开封民众都可以到金明池 关上烟花歌舞 你刚好可以一宝眼福 到时候你们一起过来 最好在腰上团子 阿暖和柳师姐 我们一醉方休 哇 那边风景电阁真是气派 不过是一些造景罢了 拿比得上外面的山水天地 潇洒自由 今次京中布房 由天芒司负责 而我建议圣上 后宫房屋 也一起交由刘大人助力 后宫诸多女眷 属下刑事会加倍流心 必不辜负圣上 与王爷的信任 远处之人是沈龙手 在这里他不是龙手 而是我大宋的忠孝王 老忠孝王本是开国功臣 沈叔叔幼时 与父皇情义颇深 忠孝王家一度历经周折 幸而沈叔叔愿解开心结 重回朝廷效力 忠孝王这一名号的背后 似乎颇有隐情 往事已已 不提也罢 近日 宫中有一传言 说沈叔叔会在万寿节时 给父皇献上一份 特别的寿礼 直至现在 也无人知道 其是何物 虽说沈叔叔人脉广阔 不过 劫时名士众多 只是文人中 不乏心高气傲之辈 即便是他 也未必能予取予求 以本小爷来看 沈龙手 剑多识广 他的心思 所有人都猜不到 等到万寿节当日 答案自会揭晓 嘿 刘鹏飞 叫你呢 原来是胡孝伟 这位是天芒司的刘思成 刘思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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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芒司司成刘鹏飞 参见惠国公主 刘思成免礼 听闻京中布房 已从天波府转由天芒司接手 现今情形如何 辽人贺寿使团 以抵开封 目前暂无异动 请公主放心 很好 他们的大公主 耶律观音奴 本宫曾在江南 与她打过交道 此人刘思成要加倍留意 还有 刘鹏飞 我必须要问问你 你天芒司 凭什么抢我天波府的布房 你我同朝为官 就为皇上效命 何来什么抢夺之说 刘鹏飞 你可别当我天波府是软柿子 天波府人才辈出 在下历来敬重 但如今从胡校尉来看 却欠了几分归属 住手 此处乃后宫重地 若惊动父皇母后 你们也不怕葬送了 自己的身家性命 微臣知罪 胡校尉 天芒司事务繁重 可不比天波府潇洒自流 公主殿下 微臣告退 还敢损小爷 弃杀我爷 小宝依然是孩子心心 罢了 目前有更重要的事要筹备 婉儿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我要少侠进宫 确实是有事相托 你可还记得在江南时 审堂二盟相约在林一楼一会 商议孔雀灵之事 如今此会改在开封进行 我不便出宫 唯有你 可待我前往见证 原来如此 此事我受师兄之托 本就有责任见证到底 若有孔雀灵相关的消息 请务必传讯于我 婉儿之托 我定全力以赴 见证沈叔叔与唐盟主会面一事 婉儿就拜托于你了 少侠是要离开吗 恭送少侠 让开 让开 别挡到 看什么看 找打 看谁敢挡本公主的路 这如何是好啊 苗方的小公主砸了我的瓷器 他们居然嚣张跋扈至此 他们的小公主拿我的布匹 欺人太甚 那些人可不好惹 打头闹事的是小公主 叫耶律炎兽女 寻城校尉胡小宝 奉命前来捉拿闹事者 儿能何事 小爷我要把你们都抓了 统统按律定罪 接受刑罚 此乃中原地界 大宋京城 请能容你们遥遥从此地位 这是对小公主不敬 小公主会下令抓你们 这里是宋库宋 何时轮到辽邦的公主发号施令 这就带你们去天波府 按大宋行律定罪 告诉你们公主 事后在城中请言慎行 你干得不错 给了辽人一个下马威 让他们在城中多加收敛 那些辽兵到底什么来路 怎会嚣张至此 他们是辽人使团的护卫 叶绿观音炉借口贺寿 中原地界上横行把刀 今次在开通 更是重金包下整个驿馆 把其他使神都赶了出去 真正是飞扬跋扈 对了 刚刚太生气 差点忘了跟你说这件事 原来如此啊 沈唐二位都是朝廷重点关注之人 他们会出现在哪 我天波府一清二楚 婉儿公主交给你的差事 你可不能办杂了 我帮你就是 我吃婉儿 谢谢小宝了 不过现在沈龙手还在宫里 至于唐盟主 开封城这么大 我们边逛边找嘛 你难得来一趟开封 先随小爷我去前面 看看那儿的宝贝 今天展出的宝贝好少 掌柜的 你这的好宝贝都去哪了 托天子万寿之福 四海珍奇的藏品 皆被一扫而空了 卖完了 有钱人真是花钱如扫纸啊 我四海珍奇之物皆非繁品 价格虽高 但一向功无应求 四海珍奇的东西 在皇上眼里 也不过是俗物繁品 敢问这位客人 你认为世上何物 能入天子之眼界 皇上所起的 乃是世间人人求而不得之物 比如孔雀灵 孔雀灵 客人说笑了 孔雀灵筒 目前正在沈龙手手中 而孔雀灵羽 在追捕公子羽一战中 以消耗殆尽 孔雀灵筒与灵羽 正如弓与剑 两者缺一不可 没有灵羽的灵筒 不过是个无用的空壳 那灵筒对别人无用 但对辽人却是不同 辽人已在冬月 骗得可以铸造灵羽的细柳剑 如今耶律观音奴 人在开封 若说他们没点想法 无可不信 灵筒被沈龙手保管着呢 不必担心 别胡想了 反正我们迟早要去找沈龙手 等找到他 你直接提醒他不就得了 他在东门附近有栋豪宅 我们这就去蹲着等吧 那是什么人啊 在丁玲玲姑娘的商铺闹事 客官 买货付钱 天经地义啊 这能值多少钱 那得问你们拿了多少货 看来你是狮子大开口 赖上本座了 可笑 给我砸了这家店 你们要干什么 本官乃大辽石沉 尔等苍民 岂敢冒犯 大辽石沉 更没资格在此正视欺人 胡作非为 原来你们也是两人 你也以为换到叶翼 就来 听说 你要替属下做主啊 哪个不长眼的 打本公主的人 公主 莫非你就是闹事的耶律岩兽女 你怎么知道 看来本公主的大名 已经响彻京城了 明明是恶名远扬 哼 本公主今日 就给你们点教训 给我上 遵命 小爷我才不会怕你们 哎 怎么又来了一批 小心印证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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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绿颜兽女 一个逼一个跋扈 撩人进京 屡仙风波 叶绿颜兽女年纪虽小 但从其言语来看绝非善累 明明有天芒丝监视 叶绿颜兽女却依旧如此嚣张 难道他们进京并有隐情 能有什么隐情 就是天芒丝办事不力 关键时刻还得我胡笑未出马 这同样是公主 婉儿可比那严兽女强多了 不对不对 她根本没法和婉儿比 小宝 消消气 罢了 小爷我才不会跟一个小姑娘计较 沈龙手的府邸就在前面 我们赶紧去看看 沈龙手的府邸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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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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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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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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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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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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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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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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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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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